罗浮山下四十春 卢菊杨梅赐地心 日诞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北宋少盛三年 大文豪苏东坡 由罗浮山史所作的 这首诗让罗浮山家喻户晓 罗浮山又名东桥山 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 它坐落在惠州市博罗县 由罗山与浮山组成 方圆二百六十多平方千米 最高峰海拔一千二百九十六米 层栏叠翠的罗浮山 共有山峰四百三十二座 飞铺铭泉九百八十多处 洞天奇景十八处 石室幽延七十二处 这座俊秀清幽的大山 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三十九种两栖动物 四十多种灵贵飞禽 七十多种昆虫 七夕共存 一千二百四十种中草药 造就了古代商旅群集的洞天药室 关于罗浮山最早的文字记载 出现在汉代陆甲所著的南岳行记中 东晋道教理论家葛弘 在此修筑四安 采药炼丹 传道礼数 其清蒿素冷提取法 为现代清蒿素工业制备 开创先河 自葛弘之后 道教在此繁衍不衰 鼎盛时有九座大官 这里也被誉为 岭南道教文化发祥地 南梁以来 这里曾先后建立起 南楼寺 华首寺等十八座佛寺 明代湛若水 方献夫等大儒 在此读书讲学 道士陈伯辉 与明末清初 创制出享誉岭南的罗浮山百草油 抗战时期 以罗浮山为根据地的东江纵队 将司令部设在冲启关 在这里举行的罗浮山会议 做出了主力部队迅速北上 创造进退有据的战略根据地等重大决定 今天的罗浮山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人们饱览山水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深远厚重的人文底蕴